Hello 大家好 皮皮虾我们平时都喜欢吃 只是我们在挑选皮皮虾的时候 相信很多人都不会挑选 不管回去怎么样做出来的皮皮虾 都吃的不鲜 今天呢 分享海边 老育民教我挑选皮皮虾的方法 下面一个视频 先来看一下吧 首先我们知道海鲜呢 它一定要鲜 买皮皮虾呢 一定要选活的 千万不要选死的 像死的这个皮皮虾 你不知道它死了多久 买回家以后 做出来的皮皮虾 吃的是不鲜 所以呢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们买皮皮虾要选个儿大的 这皮皮虾的个儿越大 它里面的肉越多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 要看一下皮皮虾的腿 是两边 都是黄色的 这样的皮皮虾呢 是的肉更加的紧实 这样的皮皮虾 它的个儿也非常大 这样的皮皮虾 有黄色的 说明是当季的皮皮虾 不是养了时间 非常久的皮皮虾 第四点 皮皮虾呢 我们再打开 一定要选这种 公的皮皮虾 公的皮皮虾呢 它的肉吃的紧致 抹的皮皮虾呢 它的肉吃的没有那么紧致 第五点 皮皮虾的颜色 咱们也要看一下 它的颜色 越透亮 说明这个皮皮虾呢 非常新鲜 这个皮皮虾 如果颜色不透亮 说明这个皮皮虾 已经死了很长时间了 在这里一定要注意 同时我们在购买皮皮虾的时候 一定要把皮皮虾 给它拿出来 放到鼻子上边 给它闻闻 看是不是特别的新鲜 如果闻的有一股大海的味道 说明这个皮皮虾呢 是刚从海底捞出来的 非常的新鲜 今天呢 这个就是挑选皮皮虾的方法 非常简单 学会以后啊 你也能挑选出 非常鲜美的皮皮虾 下面呢 咱们就用皮皮虾 给它做一个海边 最简单的做法 盆子中加入清水 我们把皮皮虾给它清洗一下 把皮皮虾给它捞出来 用牙刷 把皮皮虾的底部 给它刷下去啊 因为它们底部啊 非常的脏 这样呢 我们的皮皮虾 在吃的时候 非常的干净 皮皮皮虾 清洗干净以后 我们把皮皮虾给它处理一下 在底部用剪刀 给它擦一下 把皮皮虾里边的尿 给它放出来 皮皮虾 这就没有那么新了 然后用剪刀 把皮皮虾 我们全部都给它修剪掉 这时候 把两边都给它剪掉 这样我们在烹饪出的时候 这个皮皮虾更加容易剥壳 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处理好的皮皮虾 我们上锅给它蒸一下 水烧开以后 放入笼屉 把我们处理干净的皮皮虾 倒入到蒸锅中 给它均匀的铺开 一定要水开以后再蒸 蒸至时间不要太久 7分钟就可以 时间到 哇好香啊 把我们蒸好的皮皮虾 给它取出来 这样我们好吃又美味的 皮皮虾就做好了 今天呢 挑选皮皮虾 和做皮皮虾的方法 就分享给大家了 如果你喜欢呢 就收藏起来 在家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